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微谱舍爱与自由 穿过荆棘越过几重高楼 千残过尽谁余游 远离尽时时跌宕为天下苍生 忍不起最初的天真 誓言莫敌深深刺心天地可真 越黑暗中越多无辱星辰 远走过命运浮沉 偏向阳而生 年华已顺年作永恒 千路漫漫心中有不灭的歌 有一人在迟迟的梦 有一人会将梦完整 一人在迟坝上 三人在迟坚上 山巳军 仍拉 伍 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都是我南辰的古功栋梁 至今佳节 朕便以这薄酒 酬谢各位 公主陛下 嫦娥无极 南辰国泰民安 皇叔 皇叔 陛下 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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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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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该去给太后敬酒了 又要去应付那些 应应应应 我说 走吧 来来来 各位中学快乐 中学快乐 快乐快乐 来来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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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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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莫朗庄 请 怎么想到他了 陛下可是已有心仪之人 没有 母后 儿臣还要回玉花园 宴请文武百官 就先行告退了 罢了 陛下既已无心 且去吧 可惜啊 大掌公主她老人家病了 否则这中秋夜宴 应该更热闹才是 陛下 听说今日是南辰重要的日子 叶木贞代表北梁敬陛下一杯 太后 静安也真是有心了 赤礼交得好 女儿可不敢鞠躬 是静安聪慧 陛下 定王殿下 下官 来给您敬酒 请 来来来 莫大人书罪 都是奴婢不小心 没事没事 猜一下就好了 莫大人 被烫着了吧 没关系的 多谢沈兄关怀 哦 我记得 我在户部好像还有一套衣服 奴婢这就去户部帮您取来 只是陛下随时都可能回来 要不然 先委屈大人天课 随奴婢去暖阁歇歇脚 等衣服取来也正好更换 哦 也好 也好 沈兄 那我去去便来 好 好 王爷 下官也想敬您一杯 沈大人 您有京士之才 当善用才是 多谢王爷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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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大人 这里便是暖阁了 您将这脏了的衣袍换下来 奴婢却给您取仙的 哦 那多谢了 有劳了 可曾见到护补郎周穆大人 方才好像见穆大人往那边去了 陛下 您怎么了 是不是龙体有样啊 没事 朕就是有些罪 陛下 前面就是暖阁了 要不小人先扶您过去歇歇脚 再请太医过来看看 那不是穆大人吗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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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陛下 陛下 没事了 还死了 陛下 这就是有点脆了 来 您先喝口水 来 陛下 你没事吧 陛下 陛下 我去宣太医 来 有人吗 有人吗 人才一样 还人呢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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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您若是喜欢穆姐姐 你娶她便是了 芸芸 芸芸愿意为妻 放开 芸芸究竟是有多不敢 这连委屈做妾都不能让您点头 是本王不想委屈了她 陛下 陛下 太后 今日正是赏月的好时候 约有诸位夫人和贵女相伴 不如 我们一到区域花园走一走 赏花赏月 岂不美哉 对 佼佼这主意不错 就依你 太后 嗯 站住 太后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暖阁内 暖阁内有一对男女 正在 哀家倒要看看 是哪个胆大包天的 敢违背公规 会乱公围 岂有此理 朕是皇帝还是他是皇帝 不过是让臣子回话 就直接杀上门来 踏着情势还要和朕动手啊 陛下为何这般大的火气 是哪个胆大包天的 敢在陛下面前放肆 在南臣境内 敢如此顶装陛下的 还能有谁啊 这个流言 也太张狂了 今夜真的好险 还好你来得及时 就你那点理解 升上跑 等我缓过劲来 那门 拦不住我们 等您 缓过劲来 怕是 怕是诬陷咱们有私情的人 就该过来收网了 我也是 不敢再传出什么流言来了 不然 不然有人 该吃醋了 你有喜欢的人了 他是个 什么样的人 说起来 其实 其实微臣早就喜欢上他了 那个时候 恐怕陛下 还觉得我只是个 油嘴滑舌的小考生呢 但他却不同 起初 他虽然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但是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微臣的财血 他反而认为 早晚有一日 我定能在朝堂上 获得一席之地 他虽然是天魂贵重 但是 他知我 懂我 明有那么大的权势 却从来不逼迫我 我一臣觉得 他跟这世上的男子 都不同 只要想到他 我就会觉得 无论多大的困难 我都能挺得过去 那个人 他是 王爷 皇叔 他们真是胆大包天 竟然敢对陛下 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此事必须要彻查 不过想想也知道 这幕后的黑手是谁 今日之事 定人是早已谋划好的局 手段 虽然是寻常规格里惯用的 但设计的对象 却是陛下和您 柔将 意在地位 定然是要想方设法 除掉我这棵绊脚石 上次 是以权为义 这次 又以秦为谋 皆是想让我和陛下 君臣不和呀 不过 他的计谋 计二连三的落空 只怕 不会就此山坝干枪 来 公宴之上 你也敢搞怪 平日里 你不是巴不得与我撇清关系 今日 却不怕叫人瞧出来了 不愧是我们家王爷选的月饼 味道真不错 其实 微臣很早很早便喜欢上他了 他和这世上的男人都不一样 只要有他在 现在 我觉得 任何困难 都能挺过去的 王爷 你是什么时候听到的 原来 你这么早便喜欢上我了 时时刻刻 都想跟我在一起 就像你不想似的 当初 也不知道谁 为了赶走文世宗 他把王爷的牌上都用上了 我何时你要想起 那要不然 我帮你回忆回忆 不去忘 乱流连 你如花园 你还愿我的岁月 流远 万一千年 抵不过山伴路远 你如花园 你如花园 翩翩胜过天上 冬雀 与你相随 借待我今宇 昨晚真是便宜了木浊华 让他逃过离弃 若坐实了这慧乱恭维的罪名 我看他还有何颜面 站在朝堂之上 本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一是成了陛下的心意 二是圆了你跟皇叔的前缘 可谁知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样都没成 着实可惜得很哪 作业暖戈之时 果真是你所为 没错 是本宫 那又如何 本宫只不过是推了一把而已 他们若是心中没有鬼 自然想安无事 如何抉择 全凭他们自己 你是不是不忍心 看着陛下背负骂名啊 可是线下 必定是有所牺牲的 你忘了我们的愿望啊 苏卿朝堂不正之风 还百姓清明盛世 先忘记的 恐怕是公主吧 我们收拾吧 我们悬崖冷冒好不好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们如今的所作所为 我们如今的所作所为 真的有让南臣再变好吗 我以为你是个有远见的人 不该说出如此属无存狂之言 那公主的身子如丽 便是无所不用积极 你甚至连沐浊华都可以利用吗 我倒是忘了 公主利用她 也不是头一回了 已到了此种境地 以我而言 不成功 便成人 你此刻跑来跟我说这些 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吗 宫里的那出戏没看上 在宫竹府补上了 真是有意思啊 宫里的哪出戏 本宫只不过给你们提供了些便利罢了 难道是本宫 逼你给陛下下套不成 你就尽管把自己摘干净就好了 这些须免我是不在意的 做了就是做了 你想要南臣乱 北梁也想南臣乱 到时候露死谁手 且看着吧 金虎方才肯定是生气了 我得去安慰一下她 小姐 你怎么还没吃东西 小姐 小姐 你一大早就心不在焉的 想什么呢 菊烈 嗯 已早不已迟 你今日去帮我买些喜庆的物品 再把院子收拾出来 我决定了 我要给王爷一个名分 嗯 家用日常 应有尽有 哎 姑娘 买什么 嗯 这是自家采剪的 走一走 瞧一瞧 哎 好嘞 好 我多拿点 走一走 瞧一瞧 哎 姑娘 我能看看吗 哎 姑娘 这服上有血啊 哎 姑娘 这服上有血啊 嗯 这是自家采剪的 走一走 瞧一瞧 哎 好嘞 好嘞 好 我多拿点 哎 姑娘 哎呦 哎 我本感觉少了点什么 屁呀 彩礼庄最重要的 小姐 小姐 你回来了 嗯 你看 哇 你之前不是说 以早不宜迟吗 正好我闲着也是闲着 就把东西都买回来了 可以啊 菊莉 布置得真不错 老爷扒了那么多回喜事了 我力气大 回回都被找去帮忙 我早就耳术能详了 徐丽 晚上要做卤鸭子吗 小姐 你可不能这么说 这可是聘宴 聘宴 嗯 我能找到这么两只 新大雁的鸭子就不错了 你当义政王 连大雁都没见过 我与王爷相约不婚 这聘宴用不上吧 我忘了吗 小姐 真好玩 小姐 徐丽丑王好像来了 王爷 今日家中有事 您改日再来吧 什么事 是 要我帮忙吗 哦 不用 不用 真不用 本王就这么被赶出来了 那个小丫头 有说什么吗 是 要我帮忙吗 芸芸的琴技果然冠绝定睛 公主谬赞了 咱们云云才貌生全 南辰的青年才俊 哪个不想把你娶进门呢 可惜皇叔有眼不识金香玉 把那个稻草当宝贝 如今被戴蕾的玉法不堪了 他虽是陛下的叔叔 可陛下终究是君 怎能随意顶撞呢 慕浊华灌慧花言巧语 狡猾奸诈 王爷定是被他蛊惑的 他身为女官 品德竟然如此不堪 还与王爷纠缠 王爷使人不轻 我却不能眼睁睁 看着王爷被他拉入深渊 小姐 你确定不用我帮忙吗 不用我可以 小姐 你再剪下去就不够做衣服了 这好像 这 这可以吧 我去开门 荷包这点不总够了吧 穆大人在何处啊 在里面 里面请 穆大人 大总管 陛下 照您入宫觐见 您就别悠闲了 快随我去吧 陛下要召见我 是啊 听说 有人在御前告了您一状 告我 陛下 臣接到孙芸芸的壮旨 护布郎中慕浊华 与义正王关系匪浅 思相授授 孙芸芸不过一届罪臣之女 她说的话可信吗 陛下 臣有纠查百官之责 既是有嫌疑 自然要查个明明白白 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穆大人 您的意思呢 穆大人您这是 默认了吗 请陛下明查 陛下 按照本朝律例 女子可出事为官 但婚嫁之后 不可再担任官职 莫大人 下官非常敬佩您的才华 只是 这鱼翼熊掌不能两全 是此官 还是割舍私情 您终究要做出个决断 王爷 不好了 何事如此慌张 孙家那小姐竟然火同玉事 告莫大人与您私相授授 这 是 他在何处 在文德殿 与那玉事对质 王爷 王爷 您可是想到开拓的法子了 没有 陛下 陛下 穆大人 知法犯法 扰乱我朝纲 此事 绝对不能姑息 陛下 穆郎中并未婚嫁 何来知法犯法之说 臣留眼 参见陛下 义政王 免礼吧 义政王来得正好 下官正想问上一问 不必问了 本王 与穆郎中确有私情 可本王 是他的外室 外室 这 没错 穆郎中继未婚又未嫁 请问 触犯了律法的哪一条 陛下 陛下 臣身为朝廷命官 定然不会知法犯法 正如 正如 义政王所言 臣与义政王 却有私情 但并未成婚 敢问诸位大人 我朝律法 可有明文禁止 女官与男子 正常往来 穆大人 你简直败坏轮程 陛下 穆卓平性卑劣 不配做官 必须予以严惩 欲使大人此言差矣 何为败坏轮常 是本王 对穆大人一往情深 本王深知穆大人的志向 所以 不愿以婚约 束缚鲁女医 只要能陪在穆大人身边 即便做一个无名无分的外事 本王 也甘之如意 这不知羞耻 简直不知羞耻 陛下 这简直太荒唐了 够了 皇叔 皇叔 朕在最后问你一遍 你方才所言 是否属实 是 简直是划了天下之大忌 自广深 这是 职其道 有识皇家体统 罚归两个时辰 历者王 你就去太庙 在列祖列宗面前 好好地反省反省 臣 灵凯 至于墨庆家 罚奉一个月 竟四季过 臣 灵旨 陛下 这穆大人的惩罚 也太紧 够了 无需再说 真没想到 这义阵王居然承认自己是木郎中的外事 真是丢进了男人的脸面 今日之后 王爷给一女子当外事的流言 恐怕就要传开了 王爷 会后悔吗 那今日之后 穆大人败坏伦常 无德之名 也会在京城里传开了 你后悔吗 我还要回护部当职 就先送你到这儿了 好 晚上一起吃饭吧 好 穆朗珠 李大人 走 李大人怎么用这种眼神看下官啊 我第一眼见到穆朗珠 不 穆大人 我就觉得您非同凡响 能为寻常人所不能为啊 果然呐 穆大人就别谦虚了 今日闻得殿的事啊 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 能让义阵王那等英雄 败倒在十六群下 穆大人真是好本事 没给咱们互不丢脸 是啊 各位大人 不会觉得下官败坏伦常 觉得王爷 丢尽了全天下男人的脸边吗 穆大人何出此言哪 您与义阵王本就是两情相悦 只是有碍于我朝律法 不能明媒正取 何来的败坏伦场之说呀 就是啊 我倒觉得穆大人和王爷 那就是 吕顾配貂蝉 项羽配鱼姬 李大人配李夫人 总之就是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多谢各位大人 福如东海 朔米兰山 多谢各位大人 山目再高有仙则名 冥冥之中天生一对 那我请各位用山 好 好 年年不忘情未了 在耳边撕摇 回忆出了脚 无处停靠 凉凉相望雨潇潇 谁化作云烟飘扬 留下新的孤岛 做无碗波桃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 为一个拥抱 用一生灼伤 在前方过境里寻找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爱上 生世事缠绕 为一个心跳 用天荒平调 用不离散 我们早说好 爱恨纷扰 忘不了 就算隔天地悠悠 精神ου 灵调 残一笔构想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 唯一个拥抱 用一生灼伤 在前方过几历寻找 明明你知道 明明我明了 明明我不敢换前宝扰 唯一颗心脚 用天花平调 留住你也哪怕多一秒